哈囉各位MKC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MKC主播陳希君 這次讓大家討論的中國議題 是我們要來談一談 怎麼在中國來放送你的夢想 我們來談一談一種新的籌資模式 叫做眾籌的新籌資模式 以前啊你一個好idea的時候你怎麼辦 我好idea想把他上市去賣 我趕快找銀行貸款 不然呢我趕快去找天使投資人 再不然我總是可以跟親朋好友借點錢 來做點小生意吧 但現在你不用這麼麻煩了 你有更好以及更直接的方式 上網去跟大伙要錢 這樣的一個行為模式啊 在中國市場上呢 是出現了一個新的籌資行為 這種模式就叫做成為眾籌 其實眾就是大眾的眾 籌就是籌錢的籌 你可以把它簡單理解為就是 跟大眾要錢對大眾籌募資金 籌募資金這樣的一個意思 其實呢過去呢也是有類似的機制 就是民間的互助會 各位標過會吧 其實標會就是一個眾籌機制的錢 只是怎麼樣 它很小限定在一個小範圍裡面 而且呢你只有認識的人 信任的人才敢標 但是也有風險會被倒會 那現在呢透過網路的力量呢 你更有機會把你的夢想跟大家說 然後呢跟大家來要錢 看有多少人支持你夢想 你就可以拿到多少錢 今年8月號的中外管理雜誌啊 就探討這樣的一個中國市場上的新的議題 其中呢它把中國市場上目前這樣透過大眾 來募集資金的方式分為四個類別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才所提的 你一個新夢想 一個新來地兒你要去實現 你要跟大眾來收一點點錢 這種模式呢是最快 然後涉及金額也是最小的 那另外一種呢相對金額也是較小 它就是怎麼樣 是人對人之間的籌資 比如說張三我今天突然缺了5000塊錢 那我趕快跟上網看看誰有零錢可以 你一些零用錢可以支援我 你出5塊我出5塊 100個人下來就5000塊了 然後呢我跟銀行一樣 約定某個時間內來返回你這個報酬 另外一種第三種模式呢 就是屬於專案融資模式 這種模式規模會稍微大一點 它通常是中小型企業 或是個體呢 有一個已經成熟的商品 或要推動的計畫 但是它需要資金還蠻龐大的 所以它就推出來向大眾 來有一個明確專案來募集這個資金 然後來推動這個專案 那成果呢也可以由大眾共享 或是採用金錢回饋的方式 那第四種呢 它涉及金額就更大 它是有點類似像創投一樣 它屬於新創公司的股權融資 那這個東西就有點像在平台上 來買賣股權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呢這個模式呢 在世界各國已經行之有年 那但是在中國呢 其創始最早的緣起呢 大家都公認說是北大的 1898咖啡館這樣的概念 這咖啡館的成立呢 其實是北大的那個畢業學生會 他們的一個概念 因為北大學生會 畢業的人很多 他們每年都來接待這些 新的學長學弟啊 或是一些新產生的 由我們學生會關係 所產生出來的親朋好友們 他們就想說 反正我都是要接待 與其讓這個錢把別人賺呢 不如我自己弄一個咖啡館 我來賺這個錢 所以他們裡面呢 就有人來發起 選了200個人 然後這200人呢 跟大家收一點 類似像股份 智降的意思 然後大家把這個錢 拿出來 成立一家咖啡館 但是呢 這個過程呢 和一般的那個募資 有最大的不同是 他有實質的參與義務 在這個咖啡館裡面呢 你當股東 你不只是出錢而已 你一年裡面 至少還有什麼 一天你要這邊當職日生 來跟這些接待這些客人 來和這個咖啡館的客人互動 而且呢 咖啡館裡面呢 你還有義務要提供各種活動 來讓這個咖啡館熱烈一點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從這個咖啡館裡面 他已經產生 他過去投資最大的不同 過去怎麼樣 純粹的金錢交易 我拿錢來 我等著拿錢回收 可是這裡面不一樣 我拿錢 我是有參與感 我是在經營一個事業 我自己也參與進去了 那這點呢 把它放大到現在網路上 它衍生出更多各種的新的模式 讓這種眾籌模式 不只是一種交易行為 而且更是怎麼樣 更是一種互動的體驗 最近有一個例子 汪峰中國相當火的一個歌星 他在他十萬人演唱會上面 他就辦了一個類似眾籌活動 他賣什麼 他賣十個名額 這十個名額呢 每個人可以有十五秒 在他演唱會上面 對十萬人告白 各位你可能會想說 我花錢去類似像抽獎 要去買這個有什麼意義 應該會賣不出去吧 跟各位講 團購有看過所謂的秒殺吧 眾籌也有所謂的秒殺啊 這樣的眾籌模式 瞬間 所有的quota就被搶購一空了 所以各位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模式裡面 它講的不只是交易 更多是什麼 認同更多是一種熱情 更多是一種參與 或一種期待 當然啊 現在這種模式也有很大的問題存在 最大問題就是什麼 法令的問題 因為法令對於這方面的規範 尤其在中國 是不規範的 或是說不完全的 且戰且走 那當然啊 也存在很多風險控管 比如說現在中國很多 行不浪噹 大大小小的各種眾籌平台 你根本不知道誰是可信 誰不可信的 但是呢 對於眾籌這個商業模式的自治者 卻認為說他並不擔心 他認為市場機制自然會把這些不合格的 來騙錢的慢慢洗掉 各個領域裡面只會留下三到五個 比較具有規模 比較具有可信度的 那當然未來我們也希望說 法令上可以更完整來保障這個模式 畢竟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個人所有的個體 只要有才能就不會被埋沒 那我們來思考一下 其實這個模式啊 對我們最大的啟示是什麼呢 是我們看到媒體所帶來的公眾參與可能性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我說的不是網路 我說的是媒體 過去我們談到說媒體幫助社會怎麼樣 好像你可以透過媒體 你可以發聲 你透過媒體 你好像可以讓你聲音看到 其實這種意義都不是很大 你很大程度上 你都沒辦法真正把你的意見表達出去 但是在這個模式中我們看到什麼 網路它發揮的公眾是什麼樣 是讓資訊擴散 每個體在網路擴散性下 讓你的才能 讓你的idea有公平的機會 被每個人所看到 過去我們常講媒體保持在財團手上 只有媒體的擁有久才有決定權 決定什麼東西被你所知情 而現在這個模式呢 其實打破了這樣的慣例 你所有的東西只要有價值 就可以被大家所知道 那當然另外一種程度來講 在商業模式面 它也打破了過去說 像借貸融資這種 只有大財團和大基金才可以玩的遊戲 個體也可以玩 那我們相信在這樣的模式下 未來這樣的交易 有更多元的可能性存在 換句話說 以後在網路上 它賣的就像我文章標題所講的 它可能不是一個東西 也不是一筆交易 它是你的夢想 你認同這個夢想 如果你認同 有更多人來為你這個夢想買單 你就有夢想實踐的可能 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一次台北大選之中 當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訊息 在柯P他的政治目睛之中 他很大氣的宣布說 他們已經停止在接受政治獻金了 那有某種程度上 這也是有點類似眾籌的概念 有沒有 因為我認同你的政治理念 所以我很願意把我的金錢 來貢獻給你 來支持你來實踐我的夢想 所以說其實呢 這個模式不管在台灣或大陸 都大有可為 那我們可以想像用更多的形式 怎麼樣讓這個模式 有意義的幫助我們的創意 幫助我們有價值的產業活動 甚至於幫助我們可以 讓社會整體提損活動 都透過這個模式來得到實踐 希望這一次的分享 對你有幫助 我們下次見